以顧名令新馬斯珍為雙紅金梅 在7月2日下午5時因為肺癌離世 享年73歲 四名子女都有在醫院送她最後一程 而起今日的早上10時左右 兒女鄧小艾和三子鄧紹榮 就步出亡赴新馬斯珍留下的物業永祥大廈 準備去處理長嫂的新侯市 在上車之前他們也停下給傳媒拍照 也有回答傳媒的問題 接著他們就坐上7人車離開 去醫院辦理死亡登記手續 之後還去了殯兒用品店 親自挑選獸醫等的喪禮用品 為11號的喪禮作準備 阿蘇 先教ign genuinely